小智您好 首先我想跟小智哥求證一个问题 青春少年是样样红 你是主人 有传言说 这首歌写的就是您 是真的吗 这个这首歌因为是 黄安上的一首歌 对 那至于说是不是写我 我就不是太清楚了 但是你想 细想这个歌词 青春少年是样样红 而且要语得语 要风得风 对对对 因为你真的是 不管是演艺事业 还是唱歌 还是做慈善 做企业家 包括摄影等等等等 你真的是样样都红 但是我想说 你有没有想过 这其中有一样 或者所有的都不红的时候 就你在选择每一个事业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它失败了 会是什么样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是一个车手 我在比赛当中 不会去害怕失败 我就一定会战胜到最后每一秒 所以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没有去想到失败 我一定全力以赴去做 其实做好一个万全的准备 就算哪怕失败 与否 我觉得都不重要 重要是那个过程 你有没有去做 这才是最重要的 谢谢小智哥 谢谢 我想可能成功 就不仅仅是名和利 而是万全的准备 加上一颗想赢 但不怕输的心态 谢谢你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是关于您的父亲 刚刚你也说了 当时他是反对你赛车的 是 那他后来的这个态度有转变吗 我想任何身边你所关心的人 你所在乎的人 去做一个危险的事情 对 势必都会一定有一定的担心 某种程度 我记得我15岁的时候 为了买一台摩托车 因为我很喜欢车 可是那时候又没有钱 打11个小时工 15岁的时候输假 去排骨店里面去洗鸡腿 挖那个血块 然后去弄那个排骨 擦桌子 每天可能一个小时 可能就是几块钱 我父亲就说 哇 你好棒哦 你可以去体验这种社会生活 你愿意放下身段 去擦桌子 去端盘子 可是他不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 哈哈 为了就是买一台摩托车 代表我对车的这个热忱跟热爱 真的是很爱 当撞车那一天 我还不敢告诉他 新闻都爆啊 林智颖撞车 什么重伤什么之类的新闻爆出来 我说爸爸没事 我只是脚扭伤而已啊 扭伤还要打四根钢钉啊 然后当然发生那次严重的失误以后 他也知道我彻底被打败了 他知道我得到教训以后 他知道我会改变 他知道我会成长 虽然后来在跑去赛车 我也不敢跟他说 因为他一定会念 也会哀骂 可是至少 等我做到了成功了以后 他又认为 哦 我的方向是没有错的 所以 我自己也认为说 自己认为成功并不是真成功 而是别人认为你成功 这才是真成功 谢谢 李少博 小鱼儿晚上好 哦 你好 在听您的演讲之前 我只知道你二十年来容颜未变 但现在我知道你这二十年历经沧桑 以前我觉得你是一个 知俗常乐的大男孩 现在我知道你是一个 争强好胜的大男人 而且我知道你为儿子 愿意少搬一点方向盘的那一刻 我觉得你真的是成熟了 而我今天又观察到了一个结果 是您特别喜欢打败别人 赛车就是为了享受打败别人的快感 是不是 在您这样一个性感 英俊阳光的外表下 藏着一个非常愿意享受 折磨别人痛苦的 恩爱的灵魂呢 你哪来那么多词啊 对啊 你把最后一个问题 简单问出来好不好 通过战胜别人来 获得满足感的人 那是过去的我 年轻的我其实 那种好胜心 那种超越别人 战胜别人的感觉 是感觉很优越的 经历那一次的失败以后 我自己的整个人改变了 其实并不是想要战胜别人 而是不停地在战胜自己 不断地在突破自己 人只要超越自己 就是胜利 就像我自己好了 我记得我拍第一次拍古装 呃 陈晓东导演的 然后那时候是 流星蝴蝶剑 第一个镜头哦 跳一个弹簧床 从一个 他们那么高的木箱 跳个弹簧床 弹起来